如果部长觉得有需要 我可以在不定时的情况下 代表部长去处理一些事情 我看过他们的汇报会 就是说原产业部长 因为他必须管非常多的机构 那么在有需要的情况下 部长可以委任一个所谓的部长顾问 去代表他去出席 比如给个例子 在涉及整个马中贸易方面 如果部长觉得我可以 能够为他分担解忧的情况下 那么我愿意在完全不理性的情况下 出任这个部长顾问 就比如说下个月 首相敦马要去防华 那么在这个里面 原产业部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希望通过首相防华 能够促进马中贸易 推销我国的由衷 因为毕竟中国是马来西亚 这个油中三大买主之一 是最大的三大买主之一 如果首相繁华在这一方面 这一块方面我们做得好 中国愿意加强对我们的收购 那么可以提升小原主的油中收购价 那么我们就可以造福无数的这个百姓 所以目前是还没有决定的 单单小原主 不包括Felda 这些大型的Felda Felkra就有56万人 所以你再加上Felda Felkra是整百万人 那么还有中油厂 其他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行业 目前这个整个MPOB 是实际上面对种种的挑战 是属于非常不容易的 国内国外都面对艰巨的挑战 为什么Felkra? 对